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有一段的时间 不过看这本书 作为朱全冰跟韩良录的朋友 看这本书要有很坚强的心脏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全冰 在这本书的回忆过程里面 看一看夫妻的人生 再看一位奇妙的女子 她的最后的临终生涯的那一段 非常惊心动魄的旅程 今天是8月5号 对了 爸爸节快乐了 她的电话好像已经挂上了 不好意思 祝福所有的爸爸 都是有一个愉快的爸爸节 当然不是爸爸的 也希望你可以有爸爸的心 我也想念我爸爸了 对不起我爸爸 好 全冰 当爱比一万还长 这本书 你在写的时候应该很痛苦吧 其实还好 就是因为这本书 其实我是很早就决定要写的 就是在梁路一走 梁路是去年3月3号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空洞 然后空洞的时候 你一定就是要 好像要抓个浮沫 然后就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做 可以每天面对每天生活下去呢 就是还是希望继续跟他有个连结嘛 所以我就觉得唯一就是说 那就写 因为我们在一起30年 说那想想看 我们这30年 到底对我具备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因为需要一个新的意义 可以活下去 所以你要重整你的过去的人生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 我就在想出 那我就必须要透过书写 来把这个思想清楚 所以就一点一点就写 那写的时候 当然你说难过的部分 因为你是从你们去巴黎 也就是去年初 对 那个旅程开始写的 开始是从那个旅程开始写 没有错 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不对了 因为写不下去 对啊 就是你写到 尤其写到医院的部分很艰难 就一直停一直停 就是几乎 其实有差不多将近割了半年 写不下去 那我就 后来就是决定说 倒过来写 倒过来写写点别的 对 写了之后就又回过头来写 然后就 就顺了 对 对 所以这本书的前半端 其实写的就是 韩良璐女士 我们家 我们大家所熟视的良璐了 她在这个 最后阶段 最后三个月也差不多 对不对 其实只有 对我来讲的话 只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对了 这个 可是也让关心良璐的朋友 知道 这一段过程 因为很多人不晓得 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保密吗 所以我看完之后 其实我也是分好几段看 看了之后 我昨天晚上 我评良璐 昨天晚上 我因为今天早上要见到你 我最后再把他再重看一遍之后 我晚上真的睡不着 因为我觉得好遗憾 为什么他没有好好的先知道自己 是不是可能身体上面有点状况 那我这样问你可能会让你伤心吧 这本书当爱比一望海长 我觉得权柄本人把那一段过程写下来是很勇敢的 那可是那一段过程非常的活生生 有像西松老师看了之后 他说好像看纪录片 对 因为就是事件一个接的一个来 然后我就是如实描述 就是从那个巴黎的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那时候他身体就不对了 我们要去巴黎是因为你申请到了一个 因为我是要带学生去参加这个影展 国际影展 然后其实这个影展并不在巴黎 可是巴黎总是我们有空就会去 我们住了一个多月 对住了一个月 对我们去居留了一个月 然后海良路老师在讲说 我们有个长假 我们就要去那边住一住 那这次也不例外 但是走之前我就 他身体已经不舒服 那时候他就不舒服吗 他其实不舒服已经一年多了 因为他老是在腹部那边 他觉得不舒服 他老是觉得是子宫肌瘤的问题 那子宫肌瘤其实已经有七八年了吧 知道了 然后医生就是建议他只要手术割除 但他因为就是很不喜欢手术 对对对 所以就拖拖拖拖拖 其实那时候他决定说 好我这次跟你最后去巴黎回来 我就要动这个手术了 走之前也有去看医生 那你知道医生都只是照个超音波 就是因为我们是去的那家医院 并不是教学医院 没有那么多的设备 因此就不能做更进步的电脑断情 然后医生说可以啊 你可以忍得住 你就回来再可以去 可是那个我觉得这种判断是 自己的病人的感觉 病人应该自己知道 那韩良露他看医生的时候 也不喜欢我在旁边 所以我就是在一个对 大部分女生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 我出来问他怎么样 大部分女生去看妇科都很痛苦 对 我看到了你写良露的这一段过程 我发现他其实也是小女孩 他非常的爽了 可是这一部分跟我们一样 第二他走以前还去行天空吧 求千 其实这个 他走以前去求个千 他知道良露有时候 他也会写一些好像理性评论的文章 好像是很知识分子 可是某的碰到他真正害怕 不知道未来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会去求千 包括他爸爸当年 也是要开心脏开刀的时候 他也很害怕 也去求 对所以 后来没事啊 他就觉得行天空 所以去看医生医生说 你回来再切 再切 然后就说给他开止痛药 然后他吃止痛药就不痛了 不痛他就觉得OK 他有靠这个药 可是咋能一直吃药呢 所以就吃了一出国就没用了 好像他一出国就痛了不是吗 就痛了 而且在当地还要买止痛药 没有 我们其实就是 我看到你又写啊 他不是叫你吃完了 我买那个贴布 对对对贴布 因为他痛的位置已经 我们都猜可能是转移了 因为他有蔓延 对 背部啊 或者是哪里 全身痛 对痛 然后就给他买贴布 贴布 那个法文也不通 对啊 所以我就 你在上面 说买贴布的时候 我心里想到哪去买呀 然后我还 画个 造像 Google 转移 用法文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再去药房买 他有点苦啊 在巴黎那段时间 对不对 最惨的是他们从巴黎回台湾 哦 那个曲折过程 差一点被 班级的桌上长给赶下来 对 因为 我没有进广告 那段 那段那个 他们两个好像在演电影 都觉得回不来了 哦 他不想 韩亮路也很害怕 他很怕 异乡 对 他说不要刻死 魂归 对 所以就努力的要坐飞机回来 坐飞机回来 结果呢 人家看他病厌厌的 想把他赶下来 不让他上飞机 然后他就要赶快 很大声的讲话 假装我没事 嗯 他可能觉得很好笑吧 我们这样讲 好 这一段这个 当爱比一望还长 关心韩亮路的朋友 或说对 这对夫妻最后的关头 所度过的这一段时间 呃 有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文字的叙述哦 朱玄冰在最后的一句话里面 写到梁露是怎么厌弃的 呃 我看了 都会替他脚痛心 但是他这本书写的真好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Coco读书会 当爱比一望还长 朱玄冰 这个失去了 他的结婚 三十 三十年 嗯 那 因为 张洪志结婚三十五年 好 这 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去年 出前年底 我们 这个 新闻界跟这个 一文界 失去了两个好朋友 因为就是宣医一位是梁露啊 宣医是在意大利的山城 呃 当中这个就 呃 突然 呃 心脏不适过世 因为呃 张洪志也写了你的序言嘛 对不对 他里面也提到 呃 在宣医过世的时候 他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梁露没有打电话 对 他说梁露 梁露已经在医院里 按照平常他跟梁露的交情蛮早了嘛 而且梁露平常的呃 呃 这个习性一定会去关心的 当然看到这个心 对 他居然梁露没有去问啊 他就觉得不对劲 他说他要不然就是在 不能通讯的地方呃 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嗯 要不然就他自己出事了 嗯 后来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但那个时候梁露已经 哦 在在冗总 在冗总 嗯 你们有告诉他呀 有 我因为我们之间藏不住话的 嗯 我原来想说是不是不要告诉他 免得病人心情不好吗 嗯 可是 第二天一看他就告诉他 对 嗯 他说 他看了他就呃 陷入蛮长的沉默 嗯 他说 这个事情太 不像真的 他说这不像轩衣 他轩衣一直是一个 中规中矩的女生 中规中矩 但他说 他说如果是我不稀奇 因为海浪路一向是我行我素 他说不像轩衣的命 我觉得他讲的也对 他说不像他的命 对 他说他像夫教子 对 然后中规中矩 他意思就是说 以他的性格 他应该乖乖的受众尊敬在对 好了 轩衣也祝你这个在天之灵平安 所以那个时候梁露是在医院里面 医院里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 呃 全冰他把这一段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 你说是蒋轩讲的 说像 西松 西松跟蒋轩 这两个人我常搞错 对不起 西松说的像纪录片 确实也像啊 他如果按照你的这个 呃 文字 我们又念出来的 他就像纪录片的旁白 是不是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 就是那个画面就在我脑子里面走 就 而且因为就是 因为有一个事件 有一个事件 一波一波的 我就 呃 把我脑中的影像 把它写下来 写成文字 对 所以刚刚提到了 最后他 他决定 很不舒服了 他说他不要客死一箱 他那时候这样讲吗 他其实 讲起来有点滑稽哈 就是他已经痛到不行了 嗯 然后我说 因为我们原来是说 那个那个时候影展已经结束了 呃 我们已经回到了巴黎了 巴黎我们租了一个公寓 准备要在巴黎住一个月 嗯 然后再回台湾的 嗯 结果 其实根本住进去的第一天 他就很不舒服了 嗯 那呃 但是他还可以出门 嗯 所以他还带着我说 还呃 朱全冰 你这个路吃 平常你都是跟着我走 可是我这一次不舒服 我可能要在公寓里休息 嗯 所以我要靠你出去买熟食 嗯 回来 给我吃 嗯 所以第一天还带着我出去认路 第一天他他体力好的时候 还 已经不好了 他还可以撑住 带着你认路 带着我认路 照顾他 对 结果回来我看 买回来的东西他也吃不下 嗯 我看这怎么行呢 我就一定要提早回台湾 嗯 嗯 我说他好笑的地方是说 嗯 回台湾他先还不肯 嗯 后来肯了 还要看黄历 说 说我要看个好日子 回台湾的好日子 我说现在不能等了 你都 身体已经不行了 你还 还要损好日子吗 我们终于这个 在小街上看到 更可爱的 还两个跟你我差不多 对 所以就逼着他 最后就是 结果要上飞机 压着他回来 的时候人家那个担心他生病 对不对 嗯 上飞机 因为他不能走嘛 不能走 那时候他已经要坐轮椅了 呃 就是 我希望坐轮椅啊 就走起来会很艰难呢 啊 我就呃 要求航空公司 是给轮椅 结果航空公司 他们有他们的SOP 嗯 就是说你如果要轮椅的话 他必须先确定你是什么病 看你能不能上飞机 看你能不能上飞机 差点被赶下来 然后那个时候 没有 他们就说要医生来诊断 看你是什么病 你看这两个夫妻好好笑 就开始骗人 那海南路觉得他不能被诊断了 他被诊断 他们可能万一就是说航空公司怕他在空中上出什么事 会不让不肯让他上飞机 嗯 那上不了飞机 我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嗯 那走不了 以他的状况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猜到他自己是恶性肿瘤了 他自己 他自己知道了 他就他就觉得说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要上这个飞机 嗯 嗯 所以他就呃呃呃呃就是提起精神很大声的跑去说我没事 然后就 我是偷懒我不想走这段叫我先生说我好厉害哦 他还真的这样说啊 对 然后 然后就假装 没有没有 他所以就因此就没有轮椅啊 因为他说他是假装的 但是他要见步如飞啊 也不 他们不会盯着你看了 OK 就是他说我不要轮椅了 你愿意不要轮椅了 他就可以走路了 就让你走 那我说 他说但是那个那个呃呃地勤的说我最后你可不可以离开 还是要坐舱长 嗯 那边呃空服那边的坐舱长他们来决定上飞机 上飞机 嗯 那我就很紧张啊 我说你上飞机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脸色气色也不好嘛 嗯 我说你这样子 人家一看你就是有病容 还去买口红 我我就去买口红 我买 他没办法 所以他写了这一段真的 很像电影啊 而且是寒凉露从来没有口红 他不擦口红的 你到 他平常不化妆 对啊 你到免税店去买一只口红给他擦 我去买只口红 还给他放在胭脂上 你不懂吗 没有胭脂 他自己抹了这样子 你说好不好笑 这是寒凉露的举动 然后 他就很做很多滑稽的事 然后他其实走很从那个出关到gate还很长的距离嘛 我记得我们就是分了三段 戴高乐机场 对戴高乐机场 走一段坐下来休息十几分钟再继续走 很艰苦的一段 离开法国的路程 但到了飞机的时候两个位置不一样 然后等到你想换位置的时候他还被告发 上飞机还好他们就没有来检查他 可是好死不死 他旁边那个旅客告发他不是吗 对他他就跟他旅客说我想要跟我先生 你可不可以跟我先生换位子 我们可以坐在一起 他就讲实话 他跟旅客讲话也没关系 他说我生病了 那个旅客是哪一国的魂球王 西方人 好 居然去告发他 他就说生病怎么可以上飞机 Oh my God 就一百一眼的就叫空服原来 然后空服原一直比对 你就是地勤说叫我们来检查你的那个 然后又说要叫医生来 我们都吓坏了 我们想好不容易上了飞机了 是不是又走不了 所以他又要 所以海浪路又重新一次 然后他又说我是装的 因为我想跟我先生在一起 他就 他就 对他说他 我都不好意思说 后来 我就跟空服原讲 我说我太太英文不好 其他英文男友不好 我说他表达不清楚 他其实想要跟我坐在一起 所以 我说我讲了一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这个朱全斌先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事实上 那个韩亮露去年在大家非常的错愕声中 这个去世 我们才知道梁露 他去年初开始 从一次巴黎访问就 病重 到他3月3号过世 那外界才知道 那个时候轩医也不幸在意大利这个促事 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新闻界 大家好朋友都还蛮畅旺的 不了解状况如何 全斌呢 历经了这个上期的这个苦痛之后 他写了这本 当爱比一望还长 关心朱全斌的人会知道 其实他在写这本书应该很痛苦 可是现在讲起来 他把他讲得很滑稽的样子 事实上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就是像这个韩亮露小姐 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从巴黎要回来的时候 结果要跟人家换位置 那个死西方人还给他告发 所以我旁边的人也不肯换 他也可以换我旁边 那我旁边也是一个 怎么那么奇怪 这航公司的 那不是西方人 就是个东方人 女士也不肯 他也不肯帮你 也不肯换 好奇怪哦 对 他说他就是要窗口 谁叫你不捉华航 顺便把华航打广告 如果是华航 他一定认识良露啊 对不对 搞不好把你放到头枕上去 会舒服一点 那你要说他为什么不选华航 那他为什么不肯 讲到过去 他为什么不肯开刀呢 就有太多 他为什么不 对不对 所以他后来是有点 人生的有时候 就不到那个 受到教训之后 你就不会这样反省 好各位女士 如果那你是 这个应该常常去做 子宫检查的女性 千万不要学乱料路 因为她的子宫肌楼 已经到很大的 10公分她还不去切 12 我觉得你都应该打屁股 我不懂啊 什么你不懂 你不会Google 第一 他都不会主动告诉我 就我三问四问五问 他才说 他讲一点讲一点 其实我跟 如果看这本书的朋友会知道 我里面写说 我跟海洋路是没有秘密的 我们会就是说 什么都可以替对方讲 那我是可以去看他手机 我可以去翻他皮包 可以看他日记 他也可以看你 他也可以看我的 你好惨 你叫你小三 小一点二都没有 可是呢 唯独跟他的身体有关的事情 他是什么都不肯说 看妇科的时候 坐上那个台子 他不让你进去 我根本不肯 进那个诊疗室 我就不能进去 我关在门外的 对对对 所以12公分一直没有处理 好那个在飞机上 刚才我们进广告之前 就说那个空服员本来说他生病嘛 就问你就去跟空服员说 对 我太太英文不好 对 讲了一个白色谎言 谎言 然后那个空服员也很滑稽 他就说那我们就 不要讲 不要伸张 免得那个真的医生来了 就那空服员他也很希望 这个事就快快过去 否则人要下飞机 还要拿行李 对 就是会delay大家的时间 旁边那个讨厌鬼 那个外国人呢 后来就是有别人 自愿 换了 说 我坐在中间排的 他想他可以换到旁边 我们是isle嘛 他就换 那我就跟海洋路换到中间 就回来了 而且还坐一起 好 回来从香港 还转机也很苦了 那回来之后 回到家就进医院 一下飞机 进了我们家门 寒凉路就 哦 撑不住 讲到这段 我还是很难过 他就冲到我们家的沙发 就 大哭 嚎嚎大哭 我认识他那么久 没有见到他这样哭 他就是积压了太久了 因为回到家了 回到家了 安全了 然后呢 他说 你让我睡一会儿 因为他想说 很累 很累 然后我就去帮他放洗澡水 我说你泡个澡 就他小睡了一会儿 就要泡个澡 然后之后 他就 我说我们要去看医生了吧 我们要去医院了 他就说等一下 嗯 他就说 呃 他整个完整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 他说你拿一支笔记下来 嗯 因为怕我忘记 怕好镇定 对 好镇定 然后我就一项项记下来 然后呢 才上 才叫车子去医院 嗯 从此就没有再回 回家过 没有回过 嗯 没有回过 对 进来医院才发现 事态严重 医院 其实急诊 那个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医疗嘛 设备嘛 所以就 只是照X光 这是过去他看病的医院吗 哎 同一个医院 对 对 我就去那边急诊 因为我们从法国回来之前 已经跟他的医生 跟医生说了 透过良意 就跟那个医生有通过话 嗯 然后医生就说回来就开刀 那时候还以为是子宫肌瘤嘛 对 嗯 然后呢 急诊是给你照X光 一看X光上面都有很多的白点 嗯 那个急诊的 当天值班的医师就说 不妙 嗯 他说这个一定是转移 移转了 哦 所以就 到荣总去了 然后医生也就 当晚就赶过来了 嗯 然后医生就看 就说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处理 嗯 最好 转诊 或者就 经过他介绍就到荣总 到荣总开刀 其实也只 只延长了有 一个月 一个月 3月3号走的嘛 他是2月3号开的刀 对 正好一个月 嗯 这段过程里面当然还蛮煎熬的 不过我看到说他这个回到家里面好淘大哭 那段 也 我就觉得他怎么 他居然会哭啊 可见他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对 我想他也不是 就 那就是人的情绪的 极度的反射 后来 这段时间他怎么交代后事 这是寒凉路非常坚强的地方 开刀之前写一注 开刀之前他就 开刀 三月 二月三号 开刀二月二号 就叫律师来 在他的病房 讲快一小时 有当着你的面吗 有当着你的面吗 我在旁边啊 你们夫妻财产是共有的 对 对 然后就一样一样讲 然后还有两个公证人 在旁边就是来记录 他的医院 对 他还买那个 对 非常镇定 那你呢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不肯面对 面对那个 最终的现实 我们不必会的 我们其实在没有 没有生病的时候 都常常在谈的 因为 第一我们没有小孩 对 所以我们死后 不像很多父母小孩 反正小孩会料理吗 我们必须要帮自己 要帮自己处理 对 第二呢 寒凉路 因为大家也知道 他会看一点命理嘛 然后 免不了都会看一下 自己的大线什么时候 那我们 当然他没有 他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 自己是57岁 然后呢 但是他有看到 另外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还在开玩笑说 那等我们 因为 走的时间不一样 那又不想 这个承受这病痛怎么办 所以我们还开玩笑 那个时候 不是瑞士有那种安乐死吗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到瑞士去安乐死 还跟我一个学生讲好 说 我们两个买单程机票 你就买双程机票 你就陪我们去 就这些事 我们都会这样 也不是真的开玩笑 就半开玩笑的讲这些事 所以我们一向是 不畏惧讨论生死的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最后才可以 两个人都很冷静的来面对 度过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完全不知道 那只有梁毅跟梁毅的姐姐 还有阿姨 还有游路文化的悔知 你们都知道 悔知先也不知道 其实是后面 因为我知道医生也在告诉你说 日子不多了 他们其实只是抢时间 希望能够还有化疗的机会 因为他开刀之后 把那个肿瘤割掉之后 有很大的一个口子 必须要等那个伤口愈合 你才可以做化疗 伤口就好不了 好不了的话 也就不能做化疗 那后面觉得不行了 我就跟梁毅讲说 你这样什么朋友都不通知 到时候要办丧事的时候 怎么办 我还是要有大家有人来帮忙 不能到你都不在了 我才通知朋友 这样有点说不过去 后来他才答应 然后因为悔知 是我们在这个巴黎的时候 他就常常很关心 打电话来问情况 后来说 你这人怎么不见了 也没消息了 那我就想说让他先知道 对 好 今天广告 在最后这一段过程 最后几天 就是说 转移到肿瘤在肝脏附近 压迫到肝 后来他出现昏迷现象 这两页 真是触目惊心 等一下我们请全面 来告诉大家 当爱比一万还长 这本书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一个生命的最后一堂课 他真的还可以成为一个 生命学的一个教材 马上回来 当爱比一万还长 朱全彬跟寒凉路的朋友 度过了一年多的 一年五个月多的 失去寒凉路的时间 但是在这段过程里面 有鹿文化跟全彬努力 出了好多本书 我们还有成立一个出版社 专门出他的占星书 已经出了三本了 对 然后有鹿这边 包括我写的这本 还有他自己的新书旧书 也出了五本 然后另外 这本 大辣出版社 也把他的九书 都是交给大辣 也出了一本叫 小饮凉路 对 这女生真有才气 她小饮凉路是这样 她到各个不同酒庄 是跟这个酒 跟酒有关 品酒 喝酒 喝酒的态度 对 这个如何品味酒 对 跟这个生活美学有关的 这位丰富的女性呢 这个真的是留下了非常多 这个财情并茂的 精彩的人生 她的过世 这个因为有权兵在旁边做了一个全纪录 当然当爱比一望还长 后半多还写到你过去跟他 这个交往的时间 那也很好笑 他们俩居然同居很久时间 大家再知道 好 我看到这个136页 这个写到 就是他在弥留状态 他其实 刚才说 2月3号开刀之后 开完刀呢 又多了一个月 对不对 前面都脑筋都非常的清醒 还在 医生一直在问 考虑说化疗的可能 化疗是 他开刀 是把 你描写的是 你有看到他开刀割出来的子宫吗 有 医生他们从开刀房出来 就把割下来的东西放在一个 好像 傅全冰把它描写出来 我还拍了照 我只是没放书里 一个餐车一样的 这样推出来 我觉得也很滑稽 他们会用那种餐车的方式 这样推出来 对 就放在一个盘子里 割下来的东西 一大块 一个血块 他说这个 他的卵巢 子宫 淋巴结 通通都在那 那时候全部切除了 全部切除 全部切除 然后 因为 为了怕 癌细胞 移转的太厉害 所以他们就说 等伤口愈合 就要来做化疗 那看病人态度 看家属的态度 所以呢 我就跟海良璐问 说要不要 说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 同意 都支持 那海良璐就问我说 你还需要我多少时间 跟你在一起 那这个很难 很困难回答 当然永远不走是最好 所以我就 我就自己觉得 那我就讲个一年吧 希望是一年 结果他就 听了他就 没讲话 那我那个时候 在想说 可能一年 他也觉得很难熬吧 我觉得病人 他的那个痛苦 他可能是 自己觉得受不了 尤其海良璐 像是怕痛的人 所以 刚才讲到 那个 他就一直清醒 就是一直清醒 所以他没做化疗 没做 根本没有机会做 对 那时候也碰到过年 过英历年了 对 然后呢 这个 很多刀都不开了 就是整个病房都空了 很多人都 病人都回家过年了 然后原来 我们有另外一个 他家的好朋友的医生 也是一直 也在冗总 说建议我们最好 回家过年 然后他说 可能以后就没机会 回家了 那 根本没有 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那伤口不好 每天需要去 没有 没有愈合 那 后来就是 化疗的机会都没有 对 那 海良璐 他其实 真正的昏迷 就是最后两三天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他 挣扎着 就是 鼓起力量 来做这个 开刀 我觉得对他来讲 就是多 争取了三个多礼拜的 清醒的时间 交代后事 交代后事 还有 除了后事之外 就是说我们 可以讲话 对啊 对啊 然后到最后 可以说 真的是没有遗憾 我觉得我写了 这本书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 认识的 不认识的人 都会主动来 跟我联络 因为他们也希望 有人来 谈论来分享 我才知道说 很多人走 他其实是没有 跟他的亲爱的人 好好的 对 把话说完 很多 就是很多故事 是说 大家都不愿谈 这个死亡的 这个事情 好像说 讲的会不吉利 还是说 好像就是没信心 嗯 而不肯接受 这就是 一个事实 就是生死 人人都要面对的 一个生命血 你在这个里面 写到最后 他昏迷的时候 说他 有的时候 因为他很痛嘛 迷糊状态下 口中难难一语 不太能辨识 说些什么 有的时候小声 有的时候大声 有的时候尖叫 有的时候会穿插 几声冷笑 对 我 我当然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 有没有医学上的解释 因为昏迷 可是我那个时候 就感觉到说 他是不是被某些 恶灵来附体了 那种感觉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大 我就叫他 呼唤他 他也可以应我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我说梁露 大声叫他 他就很微弱的说 我说 刚才那个冷笑 是不是你在笑 他说不是 所以我 也不是很清楚 就我只是 把就是说 陪他走 最后一段的 那个过程 看到的 就是写出来 其实我也不会解释 好 这段过程是 梁露说 不是我 那是谁 我不知道 后来 他又有一段 冷酷的那个 哈哈声音 对 所以后来 我就叫他 跟我念六字真言 跟着念 他也跟着我念 念了几句 他就平静了 对 结果 他也跟着你念 他跟着我念 表示说 他意识还是清楚的 听到我讲话 这个是六字大明咒 对不对 对 好 这个最后的阶段 然后 当他过世那天晚上 你还在他身旁 过世那一天前 因为他突然 血压不正常 血压往下掉 然后就要靠一个生压器 来把他的血压 把它拉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 你已经在靠那个仪器 在维生了 虽然我们已经签了那种 说不急救的那个同意书 可是没有签这个 所以呢 医生就来劝说 你要这个 因为你如果生压器用久了 你会整个病体会浮肿 然后走的时候会很难看 他就觉得病人的尊严 会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是建议我们 就是说放弃吧 把这个生压器给解除 那那个时候我还 他的弟弟还不肯接受 那我也是很犹豫 到最后我决定要 接受了 我就回家 说我要帮他拿套衣服 他走的时候可以给他穿 结果有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那冷天嘛 冬天 回家却发现说 一开门 冷搜搜的 到了他的 发现 冷气开的 很大强烈的冷气开着 我就奇怪 不可能谁来开冷气啊 没有人回家嘛 就那个冷气的来源 就在他常常待的 他的书房 所以也 现在我也不晓得 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已经回家去过了 因为癌症很热嘛 他可能太冷了 或者他用这个冷气的方式 告诉我说 他回去过吧 所以你再回去的时候 那个当天晚上 对 然后我从家里拿了衣服 到医院 就陪着他 睡在他的床边 然后我回去说大概一两点 大概早上的六点 他就过去了 对 他的嘴边有一丝丝的 鲜血 嘴角留下来 对 一个鲜红的写字 平静的离开 当爱比万海长 谢谢全冰 谢谢 祝福你 也祝福韩良璐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